你好,政治揭露 出家的日子就是 2月11日,我錄的時候 差幾分鐘就踏入2月11日,凌晨 我看完無線新聞 當然這幾天,我們今天就會比較恐慌 我也希望 我看一下情況,可能我每天都會做節目去講疫情 我也希望我講的疫情 聽何志光說疫情 但我覺得傳媒也不是說 有些重要要點錯了 或者重要的事情沒有說 所以我也想補充 始終我這個方向的說法是不說的 是不是? 首先,我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這個圖是在《人民日報》出的 它說湖北以外的地區 新增確診的病例人數連降6天 這個就是我平時做節目 經常都數給大家聽 喂,湖北以外 全國的數字如果要勾起湖北 其實這些數字其實不是那麼恐怖 而且是連續錄入的新增確診 是會降低的 即2月3日可能之前都在增加 4日、5日、6日、7日、8日、9日 全部都降低的 這個就是寫444做圖的那一刻 到我現在去數就不是444 是449 那我要數一數個情況給大家看 疫情 我覺得這個挺重要的 湖北其實現在的情況不是很好 的確是認 因為事實上 12月人家把實驗室在大使館搬過去 哪個國家大使館不用說了 是不是 人家打心法戰 12月去打的了 勾了一個多星期 勾了可能一兩個星期 開始華南海私市場就有人慣低了 我覺得很不幸 那到12月尾 12月的27日也有些人就說 喂,奇怪病毒出現了 李文良就12月30日 但是當然 那時候因為他不是傳染學家 有些官員就 出於謹慎也好 出於看小去也好 什麼都好 在共產黨之間 因為醫生那幾個都是共產黨 所以 共產黨那個 可以說 他們內部的判斷 在這個地區裏面做得不好 但是其實呢 鎮嚴了一些時間 是 因為他怕不是那麼嚴重的事情 如果你說 你一定有新的東西爆出來 又不知道是什麼 究竟他的特性是什麼呢 是不是真的沙士那麼嚴重呢 不知道的 可能對香港來說 對大陸和香港來說 可能是豬流感的級數 香港豬流感不是很嚴重的 老實實 2010年 老實實 這個我想大陸 我想都經過 以後可能遇到一些突然不明來的病 程於都是先通知民眾 要有一些隔開比較好一點 起碼提醒了 就算小事也好 虛驚也好 好過沒有了 這個我想中國要學了 那我先說一下疫情 現在的疫情來講 我這一刻做節目 就11點28分的數字 2月10號 他就說是40265 那你對比於 這個 這裏都是紅色的數字 湖北的疫情 29631 29631 即是說 4萬宗裏面有3萬宗 是湖北的個案 如果我數兩個雙減 剛才這兩個紅色的數字 29631和4265 雙減就是10634 就是湖北以外病例有1萬宗 那這裏有一個新增確診的數字 3067 那要對比 這裏2618 這個是新增確診 兩邊都有新增確診 不過擺的位置不同 這個就是40265的上面 就是3067 這個3067和這個2618 減了之後 我計算是449 就是說 你按照 整萬個個案子在湖北以外 只是增加了 每一天 就是在2月9日至10日之間 增加了 449個案子 其實就不算太差 事實上我覺得是可以控制到疫情 那些農民的大陸 是有一個動力的 這裏有一個動力的 就是人民日報做的 連續錄進都是做到 是不斷低的 就是湖北以外 因為中國隔離得不錯 這個動員力是很厲害的 大陸的動員力是很厲害的 我要講 所以它即是可以按到 這個趨勢 是放緩的 在大陸 这个我做节目之前 在这里打了个基础就是说 课门是好了的 然后当然 治愈人数全国就是3471 如果在湖北以外 湖北就有1795 就是1800个Case 其实在湖北以外 相对的数都挺好的 而且较常人多了822宗 这个治愈人数增加得挺好的 死亡人数909 很恐怖 湖北就871 就是说湖北以外 有38宗死亡个案 这个我们要留意了 就是909 减871 湖北以外死了38个人 那我滴下去了 湖北以外的情况 一两宗的我不提 但是河南有6宗死亡 要差一点 湖北有3宗死亡 就多了 一两宗不计 黑龙江7宗 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散 接着就海南 暂时来说 没有一个散超过10宗死亡个案 除了湖北以外 暂时我觉得疫情 控制方面还是挺好的 我先说这些 但是对于香港的情况 我觉得我有点 很愤怒 我真的很愤怒 是不是 我给你一个图 就是有人说正经的东西 那个正经的东西 就是叶刘淑宜说的 假如你在工会霸干期间 医療服务受到影响 欢迎你随时联络新闻党 我们法律团队 将会将受影响的市民 提供义务法律 咨询服务 研究向工会进行民事索尚 这个我觉得 叶刘最近一次过说了两句话 我找到一个图 就说 他的说法就是 喂 那些黑医护 现在他们这样抬工 人家大陆各个的医护 拼命的 我刚才看新闻 盧宠牟说 他们深圳 港大在深圳的医院 医护很多重的量体温 一有温度不妥 就立刻去一个 不特别的发业治疗区 即是说如果你发烧 有些特别东西 就推了过去特别处理了 即是说 现在呢 大陆那边 盧宠牟觉得很怀念SARS 香港那时候 医护人员很愿意去 走上前线面对 那时候的SARS 但是现在那些 不知道在做什么 是不是 在什么呢 打Karen 发色湿蜜 然后打火炉 大家说话兴高采烈 这群是什么人 这群就是医管局员工阵线 这群人 他们处理了很多会费 接着又开基金处理 处理 现在呢 除了怼走之外 原来是打Karen 挺好啊 盧草文那边就 就说 即是 其实现在你想想想 这些 香港的医护 有什么战意去保护我们的香港人呢 他们处理罢工 林郑又不理她的啦 她上班了就OK 但是这群人在干什么啊 是不是啊 庆功宴啊 喂 其实你罢工搞不成 应该啊 罗卓瑶应该要辞职啦 学一下CY说 那群人当然 熟一下熟一下啦 跟着呢 我都骂他们 打Karen呢 我觉得是浪费的 不过呢 可能你不要介意 我觉得够juicy 可能呢 我都是推去做车头上呢 赚一下那些view的 我不要介意 但是 就是你 阿叶柳呢 说另一件事 他就说口罩呢 现在那个储备商品的法例呢 是针对米而已 可能很早的啦 可能是 打 地市世界大战 那时候前后立的 那些人就断职居企的米呢 那我随时饿死人的嘛 是不是啊 但是那条法例呢 可能就不能够用 用在口罩上面 那 叶柳就会 以行政 行政会议成员的身份 说 喂 应该要 口罩 要控制他的供应 啊 和他的价格啦 虽然呢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储备商品的那条法例 可能对米的处理方法 可以搬过去口罩用的嘛 刚刚我看了新闻 就是林郑就说 她不做啊 她说增加供应就是一个解决方法 她管是不对的 就是我们呢 有这个抢口罩之前 没来我已经说 喂 要管理 口罩这一件事的供应 你可以用感急法 或者是有很多方法去做 叶柳当然 她的说话可能是 是一种呢 就是和民建联有一种竞争 因为可能周浩鼎就说 喂 要储备商品 叶柳就说 喂 这个呢 那个法例不合用 但是现在呢 出现第三股势力了 民建联和叶柳呢 说的话有点不同 无论如何都好 民建和叶柳都说要管的时候 不过呢 一个就说用现行法例 一个呢 就说出个新法例 林郑就说 我不出法例 我不管 这些市民呢 继续发疯 新闻拍他们的排队 接着呢 有善心人 我们要讲一讲 真是很多谢啊 善心人啊 新假期啊 新假期啊 真是 新假期是不是就是 星岛集团啊 新假期好像 还是东方呢 新假期好像是东方呢 新假期好像是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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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拍一下杜汶摊 哇 好大隻啊 你告诉我 他说他有两万个口罩 要派给宋陣医护 宇文安的货 是不是在杜汶摊来呢 杜汶摊和宇文安的货 他们会不会之前 拿了十万个口罩 已经炒了 赚了很多钱了 炒了一百倍的价钱了 接着现在拿两万个 去抢光环呢 喂 麻烦啊 你交代一下 杜汶摊 你这些口罩哪里来啊 你有没有法 抢光环呢 参加了135 Erương 以前前之前的炒麦 你现在去说欏抗光环 你问显 Gomez 剩下水口袋捐鱼啊 当然医狐 sous 偷了 一个月不够用3千万个口罩啊 你以为真的用到3千万个吗 偷口罩就是一个问题 杜汶蔗的货从哪里来呢一个问题 真的要说回另一位仁兄 李嘉誠旗下的屈臣史 捐15萬個口罩給社福機構 派給港長者 李嘉誠真是善心 對不起 我舉一反三問回同一個問題 問到民宅的問題 我也要問問李嘉誠 李嘉誠之前你二百三 你大約每一間屈臣史的分店 就二十盒 每一盒有五十個 你叫了每一間分店排了幾百人 你只是派到二十盒 二十盒乘五十個就一千個 如果你二百多間分店就二十幾萬個 你有二十幾萬個 好像你有第二次派了幾百盒 幾百盒又是五十個 一間分店派了幾百盒 我當你只有幾萬個 我當你之前 你這樣賣了三十萬個 那為什麼這十五萬個 你現在有貨不在之前賣呢? 屈臣史李嘉誠先生 我真的想問一問你為什麼 你有三十萬個 你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會派二十盒 去賣 現在這十五萬個 為什麼不在之前一次過賣呢? 為什麼要搞到這麼短缺? 很多香港市民都需要 很多香港市民都需要 要是你擅心的 麻煩了 你十五萬個加上前面那三十萬個 四十五萬個 給了獎者 反而我都要 你不賣 四十五萬派了他 我都要 因為那些獎者 你中了武漢肺炎 死的機會很高 如果 那些獎者 身體這麼弱 抵抗力這麼弱 刮叉的機會高很多 在大陸的數據來說是真的 可能你一個年輕小子 你們有能力去排隊去搶 很開心的 你李嘉誠 為什麼你那時候 之前那三十萬個 不是說你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好像製造恐慌 因為你只有二十盒而已 你一拿多些給別人排 你一不就說 根本沒有了 你全部給了四方機構給獎者 你拿著三十萬個 你用這個方法放呢 製造了這麼多 免費排隊黨呢 我就覺得我不妥了 因為這個是恐慌的 當然啦 你李嘉誠那些貨 來歷就會知道在哪裡來的 我又不會說你來歷不明 不過那個做法呢 我是並不滿意的 對不起啦 跟著呢 這個說回恐慌的問題 那原來呢 有一位呢 演員 就是呢 我們很熟悉的 馮桑 那奉京文啊 黃毓民那條男子啊 黃毓民呢 就真的恭喜你啦 對不起呀 你找個演員呢 搞我們香港人 鳳京文呢 是民主黨黨員 但是他呢 就因為詐騙呢 坐過牢的 那這傢伙呢 他就去負責 搶可樂 就是我不明白為什麼要搶可樂咯 我原來去做演員 製造恐慌 搶整座山的妾子 又是馮京文 黃毓民那條男子 當然啦 如果真是黃毓民指使他呢 那黃毓民的兒子呢 暴斃的話呢 我只是覺得呢 就是天理循環 該死呀 就是呢 他就去支持醫護罷工 搶設子搶汽水 可能呢 另一些鏡頭搶英金 這個阿婆呢 我真的想呢 Fat finding才去肯定 在電視機呢 排隊拿不到口罩 就立刻哭 那些人就說 都是馮京文來的 就是無論怎樣都好 但是你說民主黨炒他 是不是代表他和民主黨沒有關係呢 民主黨呢 我以前叫他叫做叫雞暴力黨的 叫雞暴力大話黨 為什麼說他講大話呢 這個呢 林子健事件他就講大話咯 現在他也是不斷地放一些謠言 他講大話咯 然後他那個呢 整個黨都叫雞的 離開了民主黨的人都叫雞的 是吧 就是呢 什麼陳家衛 2011年叫雞被人抓到 多次整個黨很多性罪恨 是吧 就是呢 何俊仁看鹹 在立法會看鹹的東西 是吧 就是呢 金乃威呢 繼續做區議員 去呢 非禮自己的女助理 什麼都做的 這個黨 民主黨這個黨呢 找這些前的黨員 當然 馮敬文 受過黃毓民支持的 去戒票 這個呢 是政治掩揚尖甲立集 什麼參選 戒票 什麼都做的 就是呢 香港呢 這些恐慌 都是這些仆街做的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要詛咒的話 黃毓民與民主黨呢 我都是同時詛咒的 黃毓民呢 三個兒子呢 有一個死了 另外兩個 黃毓民你小心點 那個大兒子呢 沒有死到 吸毒的 我不知道那個小兒子 吸不吸毒 黃毓民你好好的保護你的孫子 有時候天女循環你的孫子 吸毒 有什麼事的話 你保不了 是活該的 鼓吹暴力 香港人有事的時候 你找些什麼契弟 懷疑是你有份 或者你的團體 都是在組織暴力啊 暴動 我們都很生氣的了 香港人瘟疫 你將軍澳呢 要拘捕百多人的 就是你們呢 和黃毓民體系那些人呢 都有關的了 我不相信陳浩天沒有粉組織 都是在你賣Radio出來啦 都是在你賣Radio出來啦 想起就漏 但是不要緊了 我不說不太多了 就是杜汶澤的口罩 不明來歷 我希望 交代啦 其他的神秘人士 他的口罩在哪裡來 就是 黃毓基的生產線呢 口罩生產線就說就出來 他好像壟斷了 那些口罩生產的 但是黃毓基當然是黃到仆街啦 這個人 是不是 那最後呢 我展示一個圖了 那有些網友給我看的 那這個圖呢 我在節目上展示 我就不敢在我的專業上展示 為什麼呢 究竟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數字呢 你想起來也挺恐怖的 他說在空氣呢 可以二兩分鐘至三十分鐘去動 在十至十五度之間呢 四個小時 哇 鍾南山說沒有空氣傳播的嘛 現在這個呢 就說 喂 有空氣傳播啊 這個圖 另外呢 他就說在那些木上面呢 那些新型觀眾病毒可以潛伏48小時 摸到一些木的東西呢 但是呢 我希望呢 有些網友幫我verify這個堅令樓 但是呢 有些網友幫我verify這個堅令樓 但是呢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呢 如果真是 香港呢 我其實是很不樂觀的 那些醫護呢 堆走啊 打Karen啊 跟著呢 你們呢 香港人呢 就去反對隔離中心啊 那些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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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隔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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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現在沒有隔離中心了 叫那些人回家去檢疫 你會不會用紅磡體育館呢 反正演唱會都cancel了 你不如拿了紅磡體育館去檢疫 是不是 有時候那些事情你是要做的 但你看到政府都是大陸做什麼 你林鄭也是不做的 你口罩要別人排隊排死她的 然後去炒的 自由市場 林鄭根本是在配合某些家族 你是想香港恐慌 要我們香港人死 現在的醫護做到這麼壞了 吃了三千萬個口罩一個月 我不知道了 偷了多少真的不知道 你林鄭是不是包庇她們的 從頭到尾 你是醉鬼的 不說那麼多了 這次只有一字了 就是這次